切成一粒米豆肉片 放入葱絲、姜絲 再放入鹽 十三香料酒 味极鮮 蠔油 老抽 白糖 拌匀后腌制一小时 锅嫩倒入大米 放入香叶、桂皮、八角 干炒至大米微黄 剪出大料 放入搅碎机搅成细颗粒 腌制好的五花肉倒入大盘 倒入搅好的米粉 再次拌匀 拌匀 拌入碗中 把剩下的沫撒在表层 放入胡萝卜片 放入胡萝卜片 大火上锅蒸一个小时 放入胡萝卜片 煮至大火 放入胡萝卜片 烤油或炒至大火 烤到胡萝卜片 朋友快去试试吧